奥运会,作为全球最盛大的运动会,是个极度烧钱的顶级盛宴,举办得漂亮,可以让主办国全球闻名。 失败的话,可以拖垮全国的财政。 纵观奥运史,被奥运会拖垮的主办国,或城市不在少数。 最惨的当属2004年雅典奥运会,硬生生将发达的希腊拖垮,间接引发了经济危机。 直到现在希腊才喘过气来。 希腊,地处于巴尔干半岛南端,是一个经济比较发达的欧洲国家。 希腊对大家来说并不陌生,诞生了璀璨的古代文明。 被视为欧洲文明的发源地,奥运会发端于希腊。 2004年雅典奥运会,也是希腊第二次承办奥运会,最初的预算为46亿美元。 但实际数字,可能高达150亿,使得希腊举债近百亿美元。 亏损极为严重。 为了举办这届奥运会,希腊大兴房地产,准备趁省会争一笔。 结果产生泡沫,随着最后一位游客离开场馆。 大量建筑再也卖不出去,被闲置甚至荒废。 债务不增反减。 雅典奥运会让希腊背上了巨大的财政包袱。 为了还债也是不遗余力。 例如要求所有纳税人提前支付第二年的所得税。 因此,希腊人能要背负近十年的债务,成为形象工程。 甚至有专家认为,雅典奥运会2010年希腊经济破产的催化剂。 2010年,由于希腊无法偿还欧元债务,引发了欧元信用危机。 在过去八年中,希腊GDP已经缩水了20%,失业率也高达20%。 据报道,希腊在得到国际组织提供的三轮,共计2890亿欧元贷款后,已经逐步走出了危机,但要实现复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 希腊,是欧洲和中国关系最铁的国家之一。 最为人熟知的,就是瓦良格回国事件。 1999年,瓦良格号航母,在航着博斯普鲁斯海峡时,遭到了土耳其的刁难。 向中国勒索10亿美元过路费,最后使希腊出来做担保,才免去这10亿美元的保证金。 然而显有人知的是,希腊还三次帮助我国安全撤侨,总共帮忙撤走了一万多人,是值得信赖的朋友国家。 1997年,阿尔巴尼亚内乱。 中国大使馆向欧美多国求助,结果只有希腊出手。 派遣军舰接走了一百多位中国侨民。 2006年,黎巴嫩遭到以色列轰炸,危机蔓延到中西附近。 希腊再次派出军舰和邮轮,帮忙撤离了数十位中国侨民到塞普勒斯。 2011年利比亚战争时期,希腊再次伸出援手,提供过境别力。 开放克里特岛接纳了一万三千八百一十五位中国侨民。 妥善安置后才终转回国,有来有往。 当希腊遇到经济危机时,中国也伸出了援助之手,进行了大量的投资。 2010年欧元区危机最严重的时候,中国投资希腊第一大港比雷埃夫斯港。 之后,比港发展良好纽窥卫营赢得希腊的信任。 2016年,希腊将比港67%股权交给了中国。 如今,希腊比港的全球吞普量排名,已经从交给中国打理时的93位,升级到了36位。 成了双赢专案。 2017年,希腊国家电网公司将24%的股权也交给了中国。 中国,足见中西两国有意之身,彼此能够互相信任。